老花一开箱明志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水线 怎么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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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线呢 品种不一样 这来自于同行 非常优秀的一个卖家 塔莎家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万事如意 我看看有红包吗 好有心啊 你发现他做点什么事情 好有爱啊 我家就从来没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东西好 其实不需要搞这些花里糊事 这个就很贴心 还送了我一本小的养护的书 非常的有爱 非常的好 我感觉就是所有种花卉的 就是做花卉的里面 塔莎家是最有事情换意的那种 感觉让人就很舒服 好吧 不过我觉得 真的我做了8年 我就咱俩好像同一年 我跟他好像同一年入行 就是做了这么久 我从来不用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你其实这些东西咱都知道 好了看哇 你看他就是不一样 人包装就跟 他就显得就很好 箱子都很哇塞 包装也很好 打开看 看苗群 Slim 哈哈哈 香的发臭 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水限就比较别致了 很多话 水限不是说用水养嗎 我前几天逛大姨呢 这时候话人们也说过不是用水养吗 其实用土养是一样的吧 用土养是一样的啊 给大家打开看 所以说呢 既然大家伙都喜欢水仙 于是乎呢我又找了一个水仙 然后呢用土养的 其实土培水仙呢这个并不稀奇并不稀奇 完全可以完全ok 非常挂晒的一个苗情 很贵的这一小盆40多块 很精美的一个就像那种小韭菜一样 是吧像韭菜一样 但是开花也很挂晒 那接下来像这种收到以后呢就是给足光照 像已经开了花啊 好多的花友说怎么样延长它的花期 你想90%的一些花呢都可以采取这种措施 像百合也可以 你可以怎么知道你把它这个花蕊给它揪掉 就这个看到没 就这个 拿镊子什么的给它揪掉为什么要揪掉它呢 揪掉它以后呢可以稍微延长一下花期 就跟百合是一个道理吗 这个我就没时间了我就不研究它了 将来就给足光照 像这种时期呢就可以不用肥料了 等它花卸了以后再正常的用肥去养护 好吧 水仙呢非常不错的一个 也是非常推荐的啊 围裙水仙 对 除了贵真的是没别的毛病 好吧 水仙相对来说洗水啊 光照很好的情况下呢 像我们这么小的盆啊 在 我们棚子里面的话呢大概是一天就得浇一次水 华尔蒙也要注意好吧 其他都没啥了 非常漂亮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塔沙家看一看 苗情满分啊 这个价格咱也不懂 可能是很稀缺的原因 好了 接近于满分的一个苗情分享给了大家 一篇关于水仙的一个开箱 能复花 它得都 今年 今年是开不了了 你得等它冷一点到 第二年了到春天了 好了 就这么着了呗 啊我老花一 白了 嘿 白了 带了 谢谢大家